駕駛開在台中環中路上 跟著前方的貨車看似一切正常 結果開到一半天外飛來一根敲棒 正中擋風玻璃把駕駛嚇一跳 放慢動作再看一次 敲棒並不是從前方貨車飛來的 而是從外側車道 先是飛過一台轎車 再打中當事人的擋風玻璃 駕駛PO出照片擋風玻璃上緣 有一個被打中的點向外裂開 玻璃如果破了 當事人可能身受重傷 路上如果開車遇到飛來的異物 當然會覺得很危險 可能會嚇一跳可能也會失控 車子如果高速的話 當然很危險 完全沒有遺憾的遺跌 就像我穿這件事 天外飛來敲棒就在台中烏日區 環中路六段 2號中午12點多 39歲零性駕駛 往大理霧峰方向開 突然被敲棒打中擋風玻璃 當事人嚇一跳放慢行車速度 向警方報案 警方說駕駛沒有酒駕 目前還不知道敲棒從哪裡來 不知道是有人刻意亂丟 還是吊在路上 車子壓到彈起來打中 事發現場路邊是工廠 警方強調會調約監視器找出原因 同時也提醒民眾 車上的貨物要綁好 若散落在一般道路跟快速道路 可以開罰9000到18000塊 TVBS新聞 蔡泰銀 陳舒賢 許又翔 台中廠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